Hello, 台湾的朋友, 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很感动的事情 就是我之前就聘请了两位台湾的员工 他们都很乖,很懂事,年轻,有礼貌,做得很好 然后因为我的公司, 其实我在香港已经20年做最基本的简单的网页 其实都是拿着你们说DIY的网页 我的系统就是最简单的, 给一个密码给客户, 然后客户自己弄那个网页 然后因为台湾的市场有点不同, 我在请两位员工的时候 我都告诉他们, 你们来的其实就帮我做最简单的 你们不用碰我们客户的资料, 不需要帮他们建立网页 因为我们的系统已经20多年都是这样子, 最简单的 就一直给一个密码他们做好 但是因为这几个月的时候, 我们发现台湾的市场跟香港不同 台湾有一个区块就是, 好像有些人就是要人帮帮他输入资料 有一天我很开心, 我其中一个员工华华 他跟我说, 老板, 其实我们可以帮客户输入资料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多一点点 我想也是, 因为台湾的市场就跟香港有点不同 就让我很感动 我觉得原来你对人好, 他也会对我们好 我就觉得很感恩, 就可以有这个缘分 认识到两位那么好的员工 他们有时候都会给我很好的建议 当然他们比较年轻 有些事情他们就会不懂 但是我也没有他们那么认识台湾 有些事情是我不懂的 他们都会告诉我 就很感恩 尤其是我的烂国语 他们常常都会教我怎么练 然后公司方面 当然他们没有很多经验 但是有些时候他们告诉我 都非常有用 就谢谢咯 你们午餐吃什么 祝你们都平安喜乐 希望可以每一天跟你们分享一下 有时候好像这个频度 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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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忘记频道还是频道 今天我记得频道 台湾带到 大道的道吗 道路的道吗 这个频道最初的时候 就是我是一个练习我的烂国语的机会 然后有一天我发觉 原来也可以推荐一下我公司的业务也不错 感谢你们 如果有机会 也是一个机会 就是好像我移民来台湾 其实就是每一天都好像随缘 碰见一件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又会让另外的事情发生 好像看一个连续剧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好像在看 一直看一直看 对吗 好了跟你们做朋友 祝你们平安喜乐 你们母餐吃什么 吃的是很重要的 要很认真的 很严肃的选择 严肃的吃严肃鸡 对吗 拜拜